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和一个不存在的男人 最后一块势而复得的相钻手表 让整件事情的真相浮出水面 一桩看似正常的抢劫案背后 却牵扯出一桩尘封已久 剧情跌宕起伏的谋杀案 然而最终凶手却被无罪释放 整个事情的真相还要从一天晚上的报警说起 1922年8月22日 警察局突然接到报警 位于洛杉矶的一处居民说 听到隔壁邻居家里传来了枪声 出现枪声房子的女主人名叫多利 当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 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可怕的景象 一名男子躺在客厅的地板上 血液正在沿着他的身体慢慢向外扩散 重枪躺在血泊里的是多利的丈夫弗雷德 同时房间角落的一个壁橱里 传来了多利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警方立刻打开了被锁着的壁橱 被锁在里面的多利出来之后 立即向警方哭诉着所发生的一切 他说 有一个手持武器的陌生人突然闯进他们家里 让他和他老公交出他们贵重的物品 但他老公弗雷德拒绝执行 最后在争吵中 弗雷德被劫匪开枪击中 倒在了血泊里 开枪之后 劫匪迅速地拿走了弗雷德身上值钱的东西 一块镶满钻石的手表 然后用绳子把多利捆绑起来 锁在了壁橱里 这听起来是一起再平常不过的抢劫案了 但事情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相信吗 下面的故事绝对会颠覆你的想象 尽管多利的叙述很详细 但整个案件还是充满了很多疑点 首先 警方通过走访了解到 事发当天晚上有好几个邻居都听到了多利和他老公弗雷德吵架的声音 而且邻居也都知道多利和他老公的感情一直很不稳定 另外 通过死者弗雷德身上三处伤口里的子弹可以发现 它是被一把0.25口径的手枪击中的 0.25口径的手枪在当时多被认为是女士佩戴的手枪 这种手枪十分小巧可以轻松的放在女士的包包里 这种口径的手枪通常只有在近距离才会造成较大的伤害 那一个劫匪为什么会手持这种杀伤力不大的女士手枪入室抢劫呢 这些都是警方的疑问 尽管警方怀疑是多利在一气之下开枪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但多利被锁在壁橱里也是警方亲眼所见的事实 如果是他杀死了弗雷德 那他又是怎么把自己锁在了一个从里面无法打开的壁橱里呢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 但很显然多利他在隐瞒着什么事情 而这个事情就是他和他老公弗雷德之间的感情裂痕 而且这个裂痕早在九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当时弗雷德和多利还没有搬到洛杉矶 弗雷德是一家纺织厂的老板 一名优秀的成功人士 而多利也拥有着出色的交际能力和美丽的外表 当时他们的生活十分美好 不会因为金钱而烦恼 丈夫弗雷德管理着厂子的运营 妻子则在中间处理着工人们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未来看起来简直就是一片光明 但此时却出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弗雷德开始觉得自己的精神好像出问题了 他觉得自己开始有时候变得健忘 有时候他明明记得把衣服放在了一个地方 但衣服却出现在了另外一个地方 就连他最喜欢的雪茄他也会经常找不到 碰到这样的情况 多利就会说他是健忘 自己老是忘记自己放东西的地方 除此之外 弗雷德还经常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比如楼上会传来抓地板和支妞支妞的声音 开始弗雷德觉得是老鼠的声音 但妻子多利却说自己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 弗雷德为此去看了医生 毫无悬念的 医生说是因为弗雷德工作太忙 工作压力大而导致的 于是就给他开了一些缓解精神紧张的药物 但弗雷德却发现了另外一种更好的解压药物 那就是酒精 并不是说酒精对病情有帮助 事实上酒精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开始 嗜酒的弗雷德在家里的时候 经常会发现家里有一些小动静 而且他确信 有那么一两次 他晚上突然醒来的时候 似乎感觉到一个影子一闪而过 就这样 弗雷德在这种精神压力下生活了五年 最终弗雷德决定搬家 他觉得换个新环境 情况可能就会变好了 于是 1918年弗雷德和多利搬到了洛杉矶 住进了洛杉矶的一处大房子里 但情况并没有发生好转 弗雷德还是会听到奇怪的声音 出现之前的情况 这似乎印证了一个事实 这也是弗雷德自己最担心的 出问题的可能不是房子 而是自己 他可能精神上真的出现了问题 于是弗雷德开始进一步的嗜酒 他和多利的关系也开始迅速恶化 而且此时的他开始强烈的怀疑 他的妻子对自己不忠诚 于是 在1922年8月22号的这天晚上 这个火药桶终于爆发了 弗雷德和妻子之间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吵架 两个人都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怒吼 并且弗雷德还威胁多利 如果让他发现多利对自己不忠诚 他就会采取不可挽回的报复性手段 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男子手持两把手枪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在一片混乱中 陌生男子近距离朝弗雷德连开三枪 然后拿走了他的箱钻手表 把多利锁在了壁橱里 最后消失在了多利的家中 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似乎跟多利说的差不多 但是其中还是有两处不一致的地方 就是这两个细节完全改变了这个事件的性质 首先在争吵中 弗雷德听到的是 有陌生人从楼梯上跑下来的声音 如果是入室盗窃的话 罪犯不是应该待在楼上不惊动房屋的主人吗 他完全可以在楼上的卧室里盗窃值钱的东西 为什么要选择跑下楼来面对房主呢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 弗雷德认出了这个持枪的陌生人 他的名字叫奥托桑湖婆 这名男子是十年前他纺织厂里的一名缝纫机修理工 但是自从1913年这名男子突然辞职之后 弗雷德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现在这个事情就变得有意思了 那么是多利找来的这个老熟人杀死了自己的老公吗 还是说整个事情就像多利说的 是一场入室抢劫发生的意外呢 其实都不是 真相远比你想的要更加离奇 弗雷德认为他妻子出轨其实是正确的 而他的情人正是这名持枪男子奥托 当弗雷德和多利吵架的时候 奥托就在多利家的阁楼里 他听到吵架声越来越大 担心多利受伤 于是拿着手枪冲下楼去 朝着弗雷德连开三枪 然而奥托可并不是碰巧 今天刚好在楼上跟多利偷情 弗雷德到死都不知道 他竟然跟一个朝自己开枪的男子 在同一所房子里 整整生活了长达九年的时间 1913年的时候 多利就喜欢上了在老公厂里上班的奥托 于是他就找机会告诉弗雷德说 家里的缝纫机坏了 果然第二天 弗雷德就让奥托去自己家修理缝纫机了 当17岁的奥托到老板家的时候 他并没有看到坏掉的缝纫机 取而代之的是穿着性感的老板娘多利 于是刚开始的时候 多利每次都是借着修缝纫机的理由 让奥托来到家里 把自己的缝纫机彻底的修理一番 但这样的情况会被邻居们看见 所以多利的计划是 让奥托搬到家里来 当然多利是不会和他老公弗雷德离婚的 多利的打算是让奥托悄悄地住在自己家的阁楼里 不让老公发现 这样一来 每当他的缝纫机想要修理的时候 奥托都可以随时待命 于是就这样 奥托辞掉了自己的工作 切断了自己跟外界的联系 真的就搬进了多利家的阁楼里 从此过上了专业修理工的生活 在这期间 奥托不能经常外出 夜晚的时候还要安静地待在阁楼上 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平时不光要帮助多利修理他的缝纫机 还要做很多家务 比如帮助多利的老公洗衣服 擦皮鞋 打扫卫生 以及一些其他的家务 而且这些都是在弗雷德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做的 偶尔有几次弗雷德发现东西摆放的位置不对 多利也只是告诉他记错了 就连搬家的那段时间多利也是说服弗雷德 搬去洛杉矶的房子一定要有阁楼才同意搬家 就这样搬家以后 奥托仍然和他们住在一起 那按道理说现在弗雷德死了 多利也无罪释放 奥托终于可以和多利光明正大的生活在一起了吧 然而多利并不是这么想的 他并没有嫁给奥托 而是跟他的辩护律师赫尔曼走到了一起 搞起了婚外情 并且还把他前夫的那块箱钻手表送给了他 而奥托还是生活在那间阁楼上面 唯一好一点的地方是 他的自由时间和空间多了一点 但是还是要随时随地的帮助多利修理缝纫机 好巧不巧的是 警方发现了赫尔曼手上的那块箱钻手表 正是之前弗雷德被杀当晚丢失的那块 于是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多利 再次将他抓捕入狱 在入狱期间 多利担心被锁在阁楼里的奥托被饿死 于是就委托赫尔曼去他家阁楼里 看望一下他的远房表弟 奥托就是他谎称的远房表弟 然而当赫尔曼打开阁楼 看到奄奄已息的奥托时 奥托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包括自己杀人的事实 最终赫尔曼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警方 经过审理 奥托由于没有主动杀人意愿 而被判过失杀人罪 同时因为当年的案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 奥托获释出狱 之后搬到了加拿大 并且在那里跟一个女人结婚生子 而至于多利 经过陪审团多次审理 无法达成有效判决的情况下 1936年法院撤销了对多利的起诉 之后的多利还和一名离异的男子结婚 并且一直生活在洛杉矶 直到1961年 享年80岁 OK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故事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是小胡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